大家好,又是我歡迎大家做新聞語 龍去新年馬上就要來Nike CNY系列非常多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這一雙 其實也是馬上要發售的這雙Air Force 1 這次跟大家特別說的就是鞋盒做了一個特別的盒子 還有它這次是一個Premium的盒子 所以皮質十分漂亮 這次它也是用了剪子的概念去做這雙Air Force 1 事不宜遲跟大家來看看這雙剪子 鞋盒其實我覺得是很厚實的 因為比較難開 裡面這個蓋子其實好像小時候的鞋盒一樣 也是做了透明蓋子 上面也是用剪子 它的防塵子同樣都是用剪子的概念去做 所以整雙鞋的概念其實是很完整 由包裝到鞋都是用同一個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整個鞋身也是用了一些 叫做熱壓的一個技術去做整個鞋面 大家可能要看到一些空鏡 才會看到這個鞋面是非常漂亮的 在這個鞋子的位置它也都用了一個 半透明的材質去做 這個好看就好看 唯一的不好就是它氧化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發黃 鞋帶扣同樣都是用一個工藝去做的 鞋的內襯同樣都是用顏色的剪子 而且包裝的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後鞋其實同樣都是用一個拆起來做的 鞋底就是水晶底 我覺得這雙鞋其實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它純白而且它是有細節的 所以這雙鞋也算是我新年穿的其中一雙鞋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馬上看看這雙鞋的效果